美國加州一名男子在海岸 被鯊魚咬死 目前官方緊急清場 禁止遊客進入水域 事發地點假期和告示牌 上頭畫了一隻鯊魚 警告遊客這裡發生了致命攻擊的事件 而這一樁悲劇發生在當地時間 二十四號的上午 受害的三十一歲死者 是在耶誕假期來玩水 沒有想到在海上被鯊魚咬到了 當時一旁的衝浪客 趕快把死者拉上岸來救援 但是依舊回天法術 周遭遊客聽聞攻擊事件之後 也都迅速上岸來逃命 目前官方交由當地的生物學家 來查明究竟是哪一種鯊魚 攻擊民眾的 而這也是當地相隔了十八年 再度傳出了致命的鯊魚攻擊事件